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基隆市政千头万绪 如何让基隆变得更好 监督市政就非常的重要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要找回公平正义 一块来打造幸福城市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市议员王显芝王异作 主持人好 两位异作同仁好 然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王显芝 一座好 第二位是我们七五区的市议员 张耿辉 张一座 主持人好 那个王毅也好 陈毅也好 其隆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张耿辉 大家好 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 陈维仲 陈一座 主持人好 两位一座 还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时代力量的基隆市议员陈维仲 一座好 刚刚说到基隆要进步 当然这个教育就非常的重要 说到教育就要回归到学校 校长的领导风格还有执行力都备受瞩目 那基隆市的校长领选制度到底为何呢 我们先带大家来了解 目前现在我们的校长领选制度 大概如刚刚教育处所报告的那样 10分钟领选会议 5分钟答案 然后20页领选报告 然后最后委员会投票 然后这个是现况 但是为什么他需要改 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说 领选委员会只靠15分钟的会议 以及20页的领选报告书 就要帮学校选出适任的校长 这个不太符合比例原则 我一直觉得林优昌市长说的一句话 这应该是要被永远记录下来的 就是说领选会议不是在为校长找工作 而是在为学校找合适的校长 但现在我们到底要用一种什么样的领选制度 来帮学校找到适合的校长 这件事情光是从15分钟这件事 就已经不太合理了 第二我必须要提 很多人跟我讲说 我讲这个市长一定会生气 我说不会 市长基本上是理性的工作者 我们现在有一个主张 是希望能够觉得 要让教育专业回归独立自主 所以基本上想要建议市长是说 有没有可能从校长领选的会议中退出 但是仍然最后有人事的准博权 这件事情其实在全台湾各县市里面来讲 已经有县市这么在做了 我最直接具体举的例子就是台南市 台南市的市长基本上是不参加校长领选会议的 而是由教育局局长担任 这件事情并不是要剥夺市长的权利 而是要让教育回归专业 然后回归他的独立自主 这件事情我认为非常不容易坦白说 全台湾没有几个进步的首长 有办法可以往这个方向思考 因为大家都是拼了老命选上的 当然要把人事权紧紧抓在手上 但现在如果市长在临去之前 愿意建立一个以制度为主的校长领选方案 他会把人质的色彩降到最低 然后回归基隆市的教育专业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讨论的 所以校长领选是各界都在看 我们要赶快请教请之一做 针对校长领选有没有什么想见 好的谢谢小军 我们刚刚看前面那段VCR 大概就已经可以看到 我们目前现在针对基隆市的校长领选制度 我认为有某一些必须要再往前修正和调整 他有更进步的空间 那我必须先说林又昌市长在任内 某种程度其实是已经让我们的校长领选的改革 不同于过去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他仍然还有更好的空间 这件事情为什么重要 大部分的家长其实不太会意识到 这件问题的重要性 如果花15分钟20页的领选报告书 选出一个4年的校长 那是你的孩子会在学校里面 跟这个校长共处4年 那小学6年国中3年 这个学校的办学风格 其实主要都是看着校长 怎么在变化跟前进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是说 我们过往你的小时候 你的校长大概都是 以行政领导为主的校长 但是现在随着整个教育体制慢慢改变 如何让课程领导 以及教学领导擅长的校长 有机会可以带着你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发展出一种 共同学习以及研究的课群 这件事情就变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如何帮 让对的校长找到对的学校 这件事情就不是像以前 我们看我爱红娘那样 大家搭起友谊的桥梁 然后就把校长配对进到学校中 而是必须要有更好的 更细腻的操作 所以我们麻烦看下一页 投影片 如何让基隆市的校长领选 可以再往更透明 以及更专业的方向前进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在制度上 做讨论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画面上是台南市 跟基隆市的比较 你会发现有几个非常有趣的特色 在台南市有一个部分 叫做教师代表以及校长代表 他们教师代表跟校长代表 称之为教育行政人员 可是你回过头来看 我们基隆市是只有行政人员 我们基隆市的行政人员有谁呢 有文化局局长 有社会处处长 你觉得你的孩子要念的学校 文化局局长跟社会处处长 他对于校长和对于学校的现况了解吗 我们认为他必须要往更专业的 教育专业上集中 所以你如果比照看台南市 麻烦我们播一下头影片 台南市的教育行政人员的选择的标准 就非常清楚 他是必须要教师或者是校长 曾经有得过这个县市级以上的教育奖项 那他就会成为教育行政人员 来共同进行校长的领选 其次我要特别提示说 校内的代表的部分 应该比例在基隆市应该要再往前提高 为什么呢 校长的真正的作用是来学校 帮忙解决这个学校的问题 所以真正了解这个学校的现况 以及困难的 通常都会是校内的代表 所以学校的老师以及家长 他会更了解更清楚知道 学校到底需要什么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应该要再往前调升 来麻烦再看下一页 第三个我们在委员会这个部分 认为应该要提出变革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其他几个县市 县市首长不兼任 临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的 其实全台湾已经有六七个县市在这么做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哪边 在于是说其实市长也不一定认识校长 也不一定对于学校的现况了解 但是如果市长仍然维持有准博权 让临选会议变得是更具有 教育专业自主讨论的可能性 我觉得会对于我们基隆市的教育专业 和学校的治理 我觉得会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最后针对校长领选这件事情 我们基本上想要开始创意 基隆市可以开始创立一个 校长领选的自治条例 透过自治 把位阶从自治规则提高到 自治条例的结果 它就可以让这件事情 在行政权的干预上能够再稍微降低 然后让教育自主专业的空间 是有机会可以提得更大 以上是我们觉得基隆市如果要更进步 基隆市的教育如果要更进步 校长领选制度的变革 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是可以看到教育自主这个专业空间 要向上提升 的确就是要定出一些专门的自治条例 那说为之后要带大家来看的是这一次高雄的 城中城大火 让大家看到老旧建物 那我们要请维仲来跟大家分析了 城中城大火看基隆市建物管理与住宅安全 您有什么看法 是的 就是谢谢小军 那其实这一次高雄在10月中旬的时候 沿城区发生城中城的整个大火 那引起社会上非常多的关注 那因为这一起的大火其实造成了46个死亡 那里面的这些亡者跟商者 多数都是居住在比较高楼层的弱势居民 跟就是可能是比较高龄的住户 那这件事情其实发生之后有非常非常多的讨论 那其实我们从去年台北市发生 那个潜贵KTV的事件之后 到今年中的时候 彰化发生防疫旅馆敲游大楼的这个大火 再看到就是高雄城中城的这个大火 我们都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社会上的讨论一直从消防设备的安全 到我们是不是要有完整的管理 到最后建筑物管理的范畴 那我们今天这次就是要来借着这个汉市 然后来检讨说 那我们基隆市的建筑管理到底有没有落实 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是消防局 那个我们的消防署 这几年的统计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基本上从2016年到2020年 基隆市的建物的火灾的发生件数 大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从过去的2016年开始的44件到108件 那这些总建物的火灾次数 发生的比例在集合式住宅 建物发生火灾之后 集合式住宅火灾的件数大概是这样 整个集合式住宅的失火占比 每一年都大概有六成到七成 那你就可以发现到 其实用这个简单的统计可以看到 基隆市100件的火灾 其实有60到70件是发生在 我们集合式住宅 也就是多数市民居住的地方 那这件事情其实就跟城中城的议题 可以来一起讨论是说 城中城它是个住商混合的大楼 那再来是说它没有成立管委会 而且它的楼层是在就是11层楼以上 那但是在16层以下 所以它会面临一个管理上的问题是说 第一个它没有成立管委会 第二个事情是呢 它的整个建筑管理 包含防火区化 是不是有逃生梯 我们有没有防火门 公共空间是不是堆放杂物 有没有办法逃生这件事情呢 其实没有一个政府的强制力来进入来做公安检查 那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会到现在 我们才再来检讨建筑管理的问题 这其实是会让大家很担心的问题 那基本上城中城大火发生到现在 其实像蔡英文总统也有宣誓说 要来做改革盘点老旧建物的建筑物管理 那内政部更是直接说 要强制这些住商混合的大楼 只要有集合式住宅 你都应该要成立管委会来做更强劲的公安管理 可是我们在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 其实我们在深入研究到中央的法令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建筑法 里面关于公安申报 也就是建筑物管理的整个安全的指引 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会有一个蛮大的漏洞是这样子 就是16层以上的建物呢 它其实从1999年的时候 内政部就要求说每两年 因为它比较高 所以要做每两年要做是公安申报跟公安检查 那整体来检查我们的防火区化 防火门然后跟公共空间的安全 可是呢大家可以看到 6层以上8层未达8层 或是8层以上都要未达16层的 照理说每3年或是每4年 要做一次公共安全检查 可是呢它这边有个备注 请看本表的这个附助山 也就是我们镜头可能再往下面一点点 在这边这个附助山有提到说 6层以上未达8层 也就是8层未达16层 就是15层楼以下的这些建物呢 在基隆的话 在全台湾的这个住宿的建筑物 它的公共安全检查 是由当地的主管建筑机关 依实际的需求公告之 1999年到现在 全台湾只有台北市 公告了一个11层楼以上 我们要例行性的来做公安检查的 这样的强制规定之外 全台湾没有一个县市 包含基隆有做这样子的公告 而且呢更扯的事情是 其实内政部在 大家可以看到 1999年的时候有发了一个函誓 说为什么我们15层楼以下的 就是15层以下的这些建筑物 照理来讲越高的层楼应该是越新改的 然后越低的层楼应该比较旧 更需要建筑管理的相关的消防的法规进入 可是会发现说 15层楼以上从1999年开始 内政部就没有强制规定交给地方政府 然后变成是说 而且他们还给了一个函誓说 那14层楼以下我们没有强制规定 可以从1999年开始看申报的成效 再来定定要强制做检查跟申报的实陈 所以以这两个法规可以看到是说 中央这边没有明定一个清除的 公安检查跟申报的期限 当然地方政府也没有跟进 除了台北市有11层楼以上的规定之外 地方也没有一个跟进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现在我们的社会是在关注说 有没有成立管委会 有没有明确的义务人 我们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是会没有办法真正来解决说 大家公共安全的问题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正在努力的事情 是说跟地方政府在讨论 我们是不是应该尽数的 针对15层楼以下 尤其在基隆有这么多老旧的建筑 而我们的集合制素材也很容易发生火灾 那这个整体的公安检查跟公共安全的申报的实陈 应该更严谨的定定 那这件事也是我们在努力关注的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 是一起来关注我们的老旧建物 说到老旧建物要带大家来看 位在七堵区中心的开源立体停车场 因为这个停车塔的基建老旧考量安全因素 已经封闭了一年左右 但是对地方民众来说呢 他们觉得停车很不方便 如何取得平衡 一块来看看 位在七堵区中心的开源立体停车场 因为停车塔的基建老旧 为了安全因素已经封闭一年左右 基隆市议员张耿惠认为 封闭停车塔对地方民众停车 造成相当大的不方便 因此办理会堪 要求市政府交通处 紧速编列预算 大约只需要四五千万元 就可以办理整件更新新的基建 重新启用 据我了解大概四五千万 维救会大概四五千万 就可以来使用了 我想立即的还是要赶快编议算 来处理这个问题 不要让市民在行的方面 每天就是提经大党 我要到哪里去找位置 我出门去 还是我上班去 回来真的是没有地方停 我在此的我也希望我们 张科长回去要积极的 向我们处长 甚至于在财主编列预算的时候 要提出来 因为市值真的很需要 想一想我们市区的人爱国小 信誉国小 你们花了五亿多 五亿四千多万 我们这边人潮这么多 且区积的四五千万 就可以使用了 而市政府交通处方面则评估 整件更新停车塔基建的经费 相当庞大 因此倾向用替代方案 也就是希望向国有财产署 承租在开源立体停车场 对面的空地来作为停车场 处理未来的停车问题 像早上这边早市 南新市场这边都有 持续的这个停车需求 那市府这边也持续来 跟这个国财产署这边来接洽 这个光明路测这边土地 来做开辟停车场的部分 那后续另外在七堵车站 对面这边也有一个台铁老旧的一个宿舍 我们希望说台铁在这个员工的那个居住的部分安顿好之后 也许在宿舍拆除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来接下来做停车的空间 来服务这个七堵周边的居民 那至少在短期的部分能够开辟来做停车来做使用 不过市议员张耿辉仍然认为 开源立体停车塔对于地方民众的停车 有很大的便利性及必要性 要求市政府交通处还是要想办法克服 跟民众息息相关最有感的问题就是停车了 你回到家找不到停车会真的是非常的生气 我们要请张义座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基隆市现有的汽机车停车空间 还有基隆市列管的严重数到底是有多少 我想我们首先先来看看我们基隆市 现在停车的列管跟现有停车的问题 我们先看图一下 谢谢导播谢谢 导播那个看图 那基于我收集的资料 我们现在目前监里站所列管的资料 我们现在所有的汽车 总共有10万195辆 那基车的话总共有18万6千695辆 那目前的话当然市场上任的时候 一直积极的在推展我们的停车处问题 从它上任以后到现在 43增加到57处也增加不少 那停车会也增加了8千多 8千多8192个位置 当然整个数据来讲的话 我们还不服使用 因为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目前以汽车跟我们现有的停车格的话 大概汽车的话是6比79 机车的话是1比18 等于说整个来讲的话 我们停车会的停车空间 还有加强的空间 那我在这边的话 我也是当初我们基隆市政府来讲的话 我们再回到看图的那个乱象 现在这个是我们一等战的 一等战来讲当初市场上任以后 我就是在停车会的问题 还是有待加强再下一张看 这些是我们一等战前面的 前台湾省一等战的话 我相信我们基隆市的话 很多就是没有像我们这样子 前台湾省 来 再下一张 这些是我们前面一等战的车 到目前还没有授手无策 来 再下一张 这些都是 再下一张 没有了 好 我讲到这个停车党 当初在市场上任以后 那时候我们就编了一个规划会 这个导播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当初我们编了一个规划会 规划建造会 450万 含工程会总共5亿4千万 做了大概448个位置 当初在规划会的时候 我们议会有做出结议 第一个就是请市府 针对本案进行裁员成本 成本效益水值 还有我们地址整个分析 教学了影响校园公安 交通动线家长及居民的说明会 这个要先办理会 然后能够在下一次大会的时候 提出来 经过同意后 10个动支经费 等于是说我们在规划 把我们经费总共有5亿4千万 后面的话我们还被加两个 老婆不好意思 第二个的话我们还有附带就是说 额后如有发生 工地地址灾变的时候 事务相关主管应该下台 然后整个工程经费 不得超过5亿4千万 等于是说这个5亿4千万 确实是348个位置 348个位置的话 我们立体停车场 开源立体停车场 它只要4、5千万 我们估计以5千万来算 我给它算了一下 152个位置 记得大概一个位置的成本 大概32万 那信义国小跟仁爱国小 它所谓简称的话是信小停车场 它整个348个位置 等于一个位置要155万 那当初在议会 我们那时候也非常非常反对 因为各期都有停车问题 当初我希望说 市长能够矜横来发展 整个7个期 让他们除以期来讲到 5亿4千万的话 每一个期的话 大概有7千多万的经费 可以来建构我们停车场 因为每一期都有停车问题 但当初我们议会 我们也知道 是少数服从多数 也没有办法 所以在这边的话 当初我们附带结议 第二次的话 也是经由 它有向我们议会来报告 报告的内容就是说 对于仁爱等于整个规划 监制报告服务报告一案 我们的议会结议让它动支 但是我还是重申 我这两个不变的立场 发生工程地质灾变的时候 事务相关单位应该下台 而且工程总经费 不得超过原预估的5亿4千万 所以在这边我也在此 我也感慨很深 因为基隆市来讲的话 真的是停车 还有有待的加强空间蛮大的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我是希望我们四五相关单位 能够积极的寻找工友地 其实来讲市场上任以后 我一直在讲我们七赌七 有个空军加油站 我不晓得邢志兄是应该有听说 以前在阳明海旁边 有个空军加油站 那个已经方位多久 从市场上任以后 我一直在提醒他们希望去跟 他因为以前是空军运数上 交流国交给津被集 然后交由国油财产水 那招华财产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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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财产水平那时候我也建议 我们的相关单位 包括当时的立委 希望能够洽界 让我们基隆市民 那个停车场 不管你要盖几层的话 都可以 而且那边的话ument力令你比这个 都可以 而且那边的话福利又大 到現在無動於衷 我非常安心 身為我們地方上的民态 真的非常安心 所以在這邊我也 再次的呼籲我們市長 因為你明年就等於8年 一定要卸任了 而且整個希望能夠 在整個區域發展能夠均衡 讓不要這些不管是上班族 不管是汽車族開著車的話 不曉得要回來的話停到哪邊 還是停到那邊紅線的話 到時候又被開滑單 一大堆找不到位置了 我這邊我一再的強調 尤其4、5000萬可以馬上修理的機械廠 可以帶動我們100 馬上可以解決150幾個位置 總比你發了5億4千萬 其實發348個位置 而且那個地點開立體停車場 它位於我們市中心 而且是一個市場 大市場一個熱鬧的市場 前面又有 又有我們的一等站 還有行政大樓 遊籍、農會、學校 我們金融機構有三個 一個一性、二性、華藍營 很多要來掐工買菜的 等等的話真的是找不到位置 雖然說外面有戶外的 我們連附近的住戶 真的都找不到回來的話 只好在紅線那邊一停 一停早上就看到紅單 就一肚子火 要出門的話就看到紅單 所以在這邊我也呼籲上 真的在整個一個城市在進步 所有的你一定要考到 我們的公共場所是不是足夠 如果是公共場所不足夠的話 愚昧的來開市民的華單 不管是警察太狠無奈 我們市民更無奈 荷包又收水 所以在這邊我還是要再次的呼籲 有關我們的停車問題 市長很多的公用公共設置 停在那邊閒置的在那邊 你趕快的去處理吧 是這就是爭取這個七區要平衡發展 要尋找公有地來解決停車問題 這樣大家就不會收到紅單 因為找不到停車會收到紅單 那說要檢視這一件事情 要帶大家來檢視 我們的基隆河自行車道串聯 這個車道真的很特別 因為它的故事很長 我們要請請知來跟大家分析解剖 好的 現在要講的是基隆河 河道 也就是我們的防汛道路串聯的議題 這個議題其實對於地方上來說 應該是已經引頸期盼非常久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應該是已經爭取了17年 現在我們大概可以得到一個初步的結果 預計在明年的夏天之前 這條防汛道路應該基本上就可以串聯完成 那我們也可以順便麻煩導播拍一下投影片 接下來真正會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會感覺到有感的 會是五堵 六堵 七堵 八堵 乃至到過港和定內的民眾 會在這條道路的串聯之下 擁有一條自行車步道串聯的空間 其實就會在這個過程當中發展出來 那我要說過去在爭取這一段 過港地區的玄壁式步道 主要的目的是為了要讓新隆街的人形通勤 可以更安全 但是慢慢慢慢發展起來了之後 就是已經變成它有更具有修氣跟觀光的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張圖 你就明確的可以看到是說 黃色的那條虛線是未來準備要串接的道路 而旁邊除了有黃蠟石管之外 你更可以看到暖江橋下面有暖暖的湖穴 而往定內的方向走 也是往四角亭的方向走 它直接會銜接的是淡蘭古道的北路 然後如果往暖暖火車站的方向走 它會經過暖暖老街 然後銜接的是淡蘭古道的中路 所以這整條步道 和整條自行車道的串連 在下一個階段會在五堵 六堵 七堵 八堵 乃至到過港和定內 它會形成一個非常有趣心的清水油氣的空間跟路線 我們再看下一張 而這個路線的串連 它不僅僅是我剛才說的這個段落而已 它同時也還可以銜接到環島一號線 本來的環島一號線其實是走省道 然後一路經過暖暖之後 就直接通往東勢坑 直接朝向時分以及平溪的方向走 所以如果未來會有自行車的車友 如果你是那種鐵屁股一族的不怕屁股痛 當然就可以一路從我們剛剛在講的 這個基隆河岸的自行車道串連 然後一路再銜接到暖暖的淡蘭古道的北路 以及淡蘭古道的中路 我們再看下一張 這個整個過程 甚至它會往淡水的方向串連 所以我們在地方上大家都會笑稱說 這是一條暖淡路線 這條暖淡路線就會是從暖暖一直到淡水 那這條總路線的總長大概就會是有48公里 所以我們會非常期待 這條防汛道路兼自行車道的這條路線 它在下一個階段 除了能夠讓整個北台灣提供了一個 你如果想要撞油 那麼非常非常期待我們可以好好走這條線 但是我認為它有一個更大的意義是在於 它可以讓你更清水 整條基隆河的全長86公里 但是真正在基隆 或者在基隆的朋友 真正對基隆河認識或有感情的人 其實並不多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過去太多年來 都把河川勾渠化 然後所以距離非常遙遠 但如果我們開始有各式各樣 不同的清水的活動 有機會發生的時候 你就會跟我們一起來關注這條河川的發展 以及整個基隆河下一個階段 到底在面對的是一種什麼樣的開發 以及生態的衝擊 那我們需要在這種過程當中 有更多更多的人願意來投入這個議題 我們再看下一張 所以這一條路線 現在目前已經準備進入到發包階段 現在在設計的階段有幾個 大家應該要關注的重點 我們也邀請民眾跟我們一起來關注 快速的講幾個 第一個跟大家會直接有關的 當然就是這條道路上的照明問題 第二個 如果它必須是要能夠是一條 舒適的自行車的道路 那它的斜率盡量應該要維持在五度為宜 所以現在目前設計上 我們仍然看到有七度到八度的 比較辛苦的路段 這個部分就是必須要 會相對的比較累 那這個部分當然現在也要持續再往前協調 其他就會是說 特別是會在跟基隆河的關係 因為基隆河200年防洪水位高度 到底在跟這個自行車道最底端 到底會不會發生一些影響 以及自行車道的立柱 它會不會影響基隆河通紅斷面 這些事情我們也都必須要考慮 而最重要最重要的會是在施工期間 暖暖 暖江橋下的 湖穴的保護 這件事情其實就格外重要 所以我們非常期待 這條路線在明年的夏季 有機會是可以完工 而且讓我們在秋天 就可以開始一路從地內 一路從暖暖 然後一路騎到淡水 那會是一個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 是 就是要檢視基隆河的自行車道 這樣子我們會有更好的清水空間 而說到清水空間 還要帶大家來看的是我們大五輪溪的周遭 可以更任性嗎 我們要請惟仲來跟大家分析 是 大五輪溪其實 我相信就是住在安樂區大五輪的朋友 一定是非常關心大五輪溪 它如何可以變得更好 或是說不要淹水 不要淹到我家 那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們可以再麻煩導播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準備的簡報的圖片 因為為什麼大家會這麼擔心 大五輪溪會不會淹水呢 大家可以往下一張來看 就是如我們圖片上可以看到 這是2017年的時候 然後6月不是颱風喔 就是因為一場強降雨 造成大五輪溪整個就是議題 然後像我們圖片上所看到的計程車 跟就是有行人在等公車 因為避水來不及 只好爬到後車停上面 所以這個影響非常可怕 那時候在2017年的時候 因為這樣子這麼嚴重的淹水事件 引起社會軒然大波 那也成為大五輪居民的心中的痛 所以那個時候呢 在2017年的時候 導播我們先回到現場一下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關於我們就是在淹水之後 大五輪溪可以怎麼改善 因為那個淹水事件真的非常嚴重 所以2017年的時候 當下在淹水事件發生之後 行政院長就特地來到基隆 來觀看我們大五輪溪到底還能怎麼樣改善 那時候就指定了一個計畫 叫做基隆市管區排水大五輪溪的 排水整體規劃的檢討跟改善 那後續的話基本上呢 整個大五輪系列改善就分成 短、中、長期 那也有透過淺單計畫的挹注來做協助 那也是在地的居民很關心 我可不可以不要再淹水 因為現在其實 每次下大雨的時候 大五輪的朋友都非常緊張 都要趕快先架起防水夾門 那這個真的是大家的痛 所以我們也非常關心 那簡單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短、中、長期的設施分別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短期方案 基本上就是把大五輪溪的整體的戶案加高 提後排水也就是說 從路面的淨流引導到河流的排水要改善 那再來是大五輪工業區的排水改善 那中期的方案的話就是說 有一些瓶頸段 現在正在執行的瓶頸段改善 跟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秦仁湖的下游制洪池 以及我們的棒球場的運動跟運動員區 也就是現在大五輪森林公園的制洪池 那制洪池是什麼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明 跟最後一個長期方案 也就是大家常聽到的 像圓山紫分紅道一樣 把大五輪吸的水直接引到外木山這件事情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是說 以剛剛我講的 不管是架高 那個我們的堤防 或是做堤後排水 或是說把整個水全部引到 從我們大五輪引到外木山這件事情來看 其實它都比較是以工程的手段 不要看到水 水全部離開 就是會把大五輪溪整個溝渠化這件事情 那就是剛剛行之議員也有講到的 那把水引開這件事情 尤其是在架高這個護岸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整個溝流的自己來說 它是一個工程短期間的成效 可是在強降雨 或是這個氣候變遷 如此不穩定的狀況下 我們還有可能 當然工程的手段是必要 但我們有沒有可能有不同的思考 讓大五輪溪更任性 而不是說 我們今天可以成為一個 不怕水淹的城市 而不是不讓水來 不要看到水的城市 那所以呢 也跟大家看一下說 難道淹水真的只能把 全部都怪在大五輪溪上嗎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大五輪溪的整個流域 大家可以看到藍色的線 是大五輪溪的整個流域 大家可以看到是說 其實周遭都是住宅 所以呢 基本上這附近的山區的水 只要一下下來 它的那個淨流 因為沒有任何的緩衝 沒有任何的吸收 然後這些已經開發的地方 基本上水就會馬上往最低處沖 所以就會沖到大五輪溪來 那所以你把堤防架高 或是一直想要把水排掉 基本上對於現在的氣候變遷 跟強降水來說 這樣的工程手段 它的改善是有限的 那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地方的居民有在討論說 是不是我們要做一個 長期的方案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這個 B'這條 黃色跟紅色的線 這就是整個希望做分紅道的一個路線 你可以看到是說 如果我們希望把大五輪溪的水 當它高出 這些水全部都湧進來的時候 當它高出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把它引到外木山來 這一條路線呢 非常非常的長 而且途中我們看到的咖啡色區塊 其實它是要挖地都鑽過去的 那這些咖啡色區塊是地質敏感區 那中間也會碰到就是環境敏感區 所以這個工程的狀況 目前的評估大概要花15億左右 而工程的一本筆是0.13 等於你投入每一塊錢 只會得到0點多少的效益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在整體的評估上 中央這邊也是蠻有疑慮的 所以我們是想要跟大家稍微提到一下 制洪池這個概念 因為在大五輪的中期改善方案 制洪池我們相信是非常重要 制洪池就是要讓這些短期 增加的這些強降水 在短時間內增加的時候 它有一個地方可以稍微停留一下 不要增加整個河道的壓力 所以呢 這件事情在目前很多的國家在討論韌性城市的時候 就會運用的手段 我的公共空間設計不怕水淹 讓水先稍微停留在那裡一下 而不是我們一直用非常多的錢 投入一些把水排掉 或是把水框住的這種工程 那它可能就是比較短期的效益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再麻煩導播 可以看一下我們的就是簡報 韌性城市其實在基隆 我們其實在推的時候是在講說 我們大五輪森林運動公園 它底下可以有一些制洪空間 那也像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畫面的左邊的這個圖片呢 是荷蘭的公共空間它的設計 平常的時候它可以是一個公園 跟就是大家遊戲的一些籃球場 或是公共空間 可是當水要淹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知道荷蘭的地平面 那個地平線比較低的地域海平面 那如果淹水的話呢 它整個公共空間就可以當成一個 讓水停留的區域 那我們畫面右邊的這個地方是新加坡 它的建築設計 在一樓的地方呢 他們是會設計比較鏤空的狀態 然後不會有店家 所以比較不怕水煙 那這個可能是要跟中央的建築法 一起來討論這樣 那整體來說我們希望呢 就是可以讓大五輪溪 可以有一個比較好的 任性的想像 除了工程把水排掉之外 也希望居民可以一起討論 那最後一點點時間 再請導播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現在正在執行的 這個大五輪溪河段瓶頸段改善 再往下一張 可以看到是說 大五輪溪它不是一個湊水溝 雖然大家都覺得說 它好像旁邊都沒有植栽 然後原本是自然的河道也變不見了 但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在大五輪溪的 我們現在在講的那個高架橋籃球場下方 是有發現葉路的 大家在抓魚 同時在畫面右邊是很可愛的翠鳥 它是依靠大五輪溪旁邊自然的土坡 在那邊築草的 所以我們會希望是說 當大家在思考我們跟水的關係的時候 我們可以不要是用工程的手段 把堤防都架起來 然後不讓任何生物進來 然後同時這個東西也沒有很多的成效 因為你把水框線住 它等於是蓄積了非常多的水 那議題的時候更可怕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 當我們在思考討論到大五輪溪的時候的改善 我們可以把生態跟就是韌性城市 城市發展的觀點給一起納進來 是 可以看到我們的生態城市韌性 還有我們的城市發展 一起來關注 那當然這個公共空間就顯得很重要 同樣要帶大家來看這個公共空間 的是我們的風雨運動場 我們知道金融市受東北氣風 還有風雨的影響 其實市民的運動空間有限 那風雨運動場這一件事情呢 七區來爭取就顯得非常重要 我們要請張崗輝 張藝作 來跟大家分析 是的 我想針對我們金融市 剛才我們主持人也講 東北氣風強 然後又說讓我們是多餘的 往往在我們風雨操場的這方面的話 我們市政府相關單位 應該更積極地來施作 尤其據我瞭解 我們市長上任至今 總共金融市社區 社區外的風雨操場只有兩座 一座是我們大概在102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那時候是張市長在的時候 那時候是三明里的星光球場 等一下我們再看那個照片 一個是林營市長上任 以來他是107年的大概4月份完成 總共有軟作 那當初的話 因為我們室內的整個運動場比較少 我那時候也在議會 包含了我提的一個案子 這集我們就用那個我們議員 10R區裡面導播先看 看什麼 當初我們市會議員聯合提案 希望能夠把宣容我們50年的 那個明德國中 那個老舊的活動中心 改建為多工人的 多工人的運動中心 那多工人的運動中心的話 除了當然這個跟風雨操場 比較好一點就是說 能夠當然我們知道明德國中 他是全國設計有名的 這次聽說10公里也是在 混合組也是第二名 已經成績揭曉了 那整個來講的話 我們剛才在前個畫面 我們也看到周遭的亂象 停車的亂象 四龍的光端也一併的可以解決 那七土區又大戰 當初我提這個案子的話 我們大戰的話 要裡面都是中俄的體育場 都是做完以後 可以比賽為全國的射擊比賽 那空間多大 我也跟校長私底下也聊過了 應該割炸 我們也可以舉辦全國的 不管是座談也好 還是射擊比賽也好 都可以在裡面比賽 這個就是我們 那在戶外的話 風雨操場的話 我整個那時候我也提了一個案子 老公提了一個案子 就是在第12次臨時會的時候 我那時候建議我們市府要編列一件 利用各區現有適當的運動空間 來徵集為風雨操場 現在他給我答案還是兩座 現在他們積極的要實作的計畫有兩處而已 一個是中正區 一個是安樂區 議定向體育署來徵集 我想整個來講的話 我一直這個在相關的會議 我相信在很多的有關的會議 總執行我也提過 然後也跟我們市長一直建議 因為我們說實在 我們從那個我們基隆市 有時候我們到台北市 看看台北市的橋下 他們的運動空間有多少 而且看看我們自己 我想一想因為先前條件不足 只好我們能夠利用那些操場 看圖片 我們人私作的圖片 導播是不是可以看一看 看圖片 再下去 這些就像這個是我們永安裡的話 若是把它蓋成我們風雨操場的話 你看很多可以在裡面舉辦活動 也不用花多少錢 對不對 這些讓我們市民的話 運動的話 那個下雨的話 東北金融台也不用怕 再下一張 這些像我們常心裡這邊 若是再加蓋一下 然後附近的話 公設再比較設置一下 它旁邊有 當然旅民會堂就可以使用了 這些應該不用花點 再下一張 這些也是在戶外的 我們可以把它加起來 當風雨操場 讓市民的話 那個長者要運動的話也可以 這次就是蓋成這樣子 這是我們好像地內的 施發公園內的風雨操場 這多好 對不對 現在唯一市場上任 又坐一處 然後上市場再做一次 我們基隆真的想一想 好像是三等公民 這些多少錢 錢也不用花多少 可可以讓我們基隆市 各區的話 折地方的地點來做風雨操場 讓我們 若是下雨的話 東北季風雨的話 那些年輕人 那些長者的話 都有地方去活動 所以說我真的是很寒心 難道真的是我們跟台北市的話 那些橋下我們走過去 那些官員 我們每天開車 看看那邊人家棒球場 壘球場 足球場 溜冰場 什麼場都有 我們基隆市區區的要幾個 我們的風雨操場 卻上任幾任市長 才坐戶外的兩座 當然啦 學校裡面我們不用講 我說社區外面兩座 目前就兩座 所以這邊我港礙很深 要花多少錢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 我也以重心腸 再一次的 我們不管是提案也好 總執行也好 我也一直在 不厭其歡的 一直在盯我們市長 希望他能夠加把勁 能夠 對 對 是這就是要爭取這個風雨球場 來為民謀佛 同樣要為大家來找尋 那個幸福小確信的 還有一個就是你周遭身邊的公園 我們來看看暖暖區的地內公園 他們友善空間 還進行了參與室的工作坊 一塊來看看 總共有三場 那我們今天是第一場 名稱叫做遊戲吧 喬一下小空間 角色人要用來 看起來要不要用來 看起來要不要用來 點燈 好 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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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不能用來 腳不能用來 看看 怎樣 是 對 不要用來 對 一 一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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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所有的感官放到最大 觀察你沒有了解到的孩子的一部分 平常在生活中有太多規矩 但是在這種地方有機會可以完全的展開 你就會發現他等來的樣子是什麼 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超量往來的比較少 那他有很高的安全性 不管是長輩還是少 行人啊 我們行人在行走的時候安全性也比較高 所以我是比較常在想來在附近散步啊 推銀河車等等 然後我們基隆經常下雨 非常缺乏一個沒有知道嗎 可以活動的空間但是又不怕下雨 所以我覺得這個地方很適合做那個多功能的運用 可能這個橋下方位的關係啊 所以其實他就算早上太陽很大的時候 其實他的橋下功性也是不足的 就是一樣是蠻暗的這樣子 所以可能說可能要設計的時候啊 可能要考慮到這個採光的部分 還有說夜間可能照片的部分 其實這樣啊 我也是第一次參加這種 一次的感覺 做設計之前就有種活動 那其實我剛剛雖然站在那裡 沒有啊 因為我剛剛帶小朋友 我今天要是帶孫子 不是帶孫子 那我在那邊觀察 我也有很多的畫面 其實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 以前沒有什麼遊戲不了解 我們光一個狗偷媽媽 或者是隨便緊的材料 還就可以團團圈圈圈嘛 所以剛看到我也不感動 Porky Teeo 來囉 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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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是在 定內里的後面 它有一個東定路橋下的小空間 那個小空間這個要麻煩導播 就是一路我們播放投影片 這個定內橋下的小空間 之前其實都是一直拿來做為停車使用 但是實際上里長反映之後 我們知道有很多都是外地的車輛 來進行停放 所以在里長的請託之下 我們就開始設計 想說如何把那個橋下變成是一個可以遮風避雨 但是又可以讓老讓小可以休閒的好地方 所以我們進行了三次的參與室設計工作方 而且為了這件事情開了五次的工作會議 大家不斷的燒腦 然後集中各式各樣不同的意見 所以接下來我們有機會在明年 看到有一個全基隆市第一個參與室設計的林里公園 就在這個地方上出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說經過大家的討論 我們會在一個這麼小的空間當中容納了第一個多元遊戲的秋波 你們如果有去過宜蘭的那個大碗公的遊樂設施 你就會知道這個小秋波它就會是仿這個小碗公的方式 然後在那個橋下中心間 而且同時是可以讓老人家 同時也可以讓小朋友在這個地方有一個歡樂的小角落 我們覺得會是一個非常值得期待跟作為經驗傳承跟示範的地方 麻煩再看下一張 所以它作為基隆市的第一個參與室設計的林里公園 我們已經累積出一個完整的工作方法 會非常期待是透過從暖暖區公所開始 然後一路往其他基隆市七個行政區傳遞 類似像這樣子的經驗 基隆市市長林佑昌其實總是在說 參與是基隆市的DNA 我們現在先在暖暖區做到了 同時花費的預算不會非常高 總金額大概就是269萬 而我們想盡辦法爭取了219萬 就是希望能夠讓這件事情有機會可以在定內成為一個新的典範 而且有機會擴散到其他行政區去 哇 我覺得行政真的很用心 還設計了那個數學小公司讓大家來算算看 269萬最後的總金幣 但是爭取到219萬 所以這是一個核心 明年3月大家敬請期待 而說到這個遊戲空間一樣 我們都是關心我們的公共空間 來關心城市中的樹木 要請威仲來跟大家分析 好 其實大家都知道 樹木在基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民眾在關心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非常非常明顯 在很炎熱的夏天 如果你有樹蔭可以乘涼的話 那個實際上的溫度 體感溫度會低2到3度 那其實城市居民跟樹木居住在一起 會發現說樹除了可以兼顧一些城市生態功能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是保護我們的綠資源 也讓我們的生活品質可以提升 那現在也是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目前現在基隆市的幾個樹木相關的保護的規範 就可以看到是說 除了老樹跟珍貴樹木的保護是知識條例之外 其他都比較是管理維護的辦法跟規範 那總的來說呢 其實基本上在基隆的現行法規來說 樹木如果你需要修剪的話 都需要經過申請 兩個單位在做相關的管控都是這樣 那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怕說樹木過度修剪之後 樹如果它被不當的對待 它可能會讓它的傷口變大 那肢體損傷之後呢 它很容易有細菌進來 那反而在這樣不當修剪下 你會讓樹木更容易慢性死亡 那同時這個也是造成我們公共安全的問題 也會浪費公帑 那所以呢 再麻煩導播可以快速的看一下圖片 那雖然我們有了這些相關的制度 但是可以看到是說 目前現在的整個法規的管理上 會發現施工的單位不知道樹木要申請修剪 那受理要來做審核單位 也不知道有人有碰到樹木 然後造成大家現在看到的這種樹木斷頭問題 再下一張 對那會有一些就是工程碰到樹木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造成這樣的問題 再下一張 對那甚至是說在公共的工程發包的時候 我們會不知道樹木的直屑而設計的太小 像現在大家看到這個大概只有60公分左右 那對一個樹的來說是幾乎沒有空間的 再下一張 那尤其是像說有些公園的圍管的話 它可能在就是施工的過程中 碰到樹木也就直接斷頭處理 這都是非常非常可惜的 那再麻煩導播可能可以回到就是我們的 就是螢幕上 所以針對現在的樹木的管理發現的問題 我們都知道其實金融市的人力很少 那而且甚至在這個申請 要申請修剪這件事情 可能都沒有相關的SOP跟專業導入 所以呢 基本上的話 我們現在除了依照中央是說要以工程的採購金額來區分 把它納入修剪規範之外 我現在跟行資源也都在研究說各個法案 希望來推基隆市自己的樹木保護知識條例 除了公園、行道樹、林裡、學校的樹之外 我們更希望是說公有的單位 或者是呢 我們自己有一些達到一定年年的私有老樹 都可以受到完整的保護 然後一起來保護我們城市的綠資源 也讓我們金融市的生活品質可以更好 是 就是要讓我們金融市的生活品質更好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藝座 帶來這麼寶貴的意見 聽見民眾最新鮮的聲音 非常謝謝三位 謝謝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 營養化碳中結者納口獎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熱水器 絕不可裝在家裝窗戶的陽台、廚房等室內空間 因為瓦斯燃燒不完全就會產生營氧化碳 短時間就會讓人頭暈想吐甚至意識不清 想保命跟我這樣做 1. 熱水器遷移至屋外 2. 更換成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3. 改用電熱水器 納口獎祝福您 洗澡通風保安康 酒駕罰很大 1. 提高酒駕違規罰還 在犯才累計加重 罰款無上限 酒駕聚檢或聚策罰更大哦 2. 呼氣酒策值達0.25毫克以上 連坐處罰年滿18歲的同車乘客 3. 酒駕在犯 聚檢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傷或死亡者 沒入該車輛 4. 酒駕重新烤照 需強制加裝酒精鎖 找別人帶吹也不行 要罰6000至12000元哦 5. 未完成酒駕防治教育 或酒瘾治療 不得再申請烤照 6. 慢車酒駕也加重處罰哦 酒駕零永遠 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氣啊 我快撐不下去 1966 我是個案管理師 是來協助您規劃 需要的服務項目 你一個人照顧媽媽 真的很需要幫助 你偶爾會需要出財 建議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務 讓張媽媽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負擔200元就可以了 200元 這樣我就不用擔心 我不在的時候 媽媽沒有人照顧 真的很棒耶 謝謝 隨便準備 來 無敵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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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前 媽 媽 怎麼了 媽 媽 哥 你趕快打電話 在1966的協助 從富能照顧服務的協助 以及我的高血壓 高血糖 都在營養師的照顧下 都一一得到了幫助 現在 趕快跟我的孩子去慶祝囉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對啊 都給你帥就好了 其實啊 現在生活裡 越來越多使用行動支付平台 那會不會 以後我們出門就不用帶錢包了 當然啊 現在電子金融及行動支付雖然方便 但還是有它的風險存在 是喔 像是造假的網址及APP 還有網路病毒啊 密碼外洩啊 這些啊 都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疑慮 所以使用行動支付 就像交朋友一樣 要交心 不能只看表面 啊 爸爸出院後 該如何照顧他呢 別擔心 回家後的長期照顧 我們來幫您安排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評估您家人 出院後的照顧需求 出院三天前 完成評估 連結長照服務 像是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居家附件 簡易生活扶具租借等等 符合資格者 回家一週內 就可以得到長照服務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安心出院不擔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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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